副總統賴清德一抵達紐約下榻飯店 台灣僑胞興奮歡呼 爭相搶握手 賴清德也開心 急掌回應 副總統 加油 副總統 加油 數百名僑胞早早等在這裡 有人準備LED燈 電子看板 也有人高舉賴清德圖像 就連半導體女王蘇之鋒父親 蘇春懷也來親自迎接 那我們也非常期望他 在零年的總統大選裡面 能夠齊開得色 台南出生的蘇春懷表明要立體賴清德 更透露和賴清德早在台灣見過好幾次面 而現場不只台灣人歡迎 就連美國民眾也搖起吶喊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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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親從台灣 美國生成的 但我當然要看到民主自由自由 我來支持賴清德 賴清德抵達飯店的時候 不只有台灣僑民歡迎 甚至還有一部分的中國僑民 也是帶著國旗來到現場喊聲 支持台灣民主 打倒共鬼 打倒共鬼 反對無統台灣 反對無統台灣 台灣代表著中國民主的最千言 我們希望這個燈塔 不要被中共給吹滅 或給掐滅 賴清德這次擔任蔡英文總統特使 過進美國紐約後 14號將前往友邦巴拉圭 出席新總統潘尼亞就職典禮 有關跟九名國家元首和副元首同台 而蔡總統也在臉書PO文 期許賴清德深化台邦邦誼 拓展雙方合作兩大核心目標 交棒意味濃厚 因歸賴隨 賴清德要延續穩健路線 擴大台灣能見度 三連新聞陳菊姐還言 結束出軍 友誼播美國紐約才忘到